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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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路讲 感覺很久没有拍像这样子 作者跟大家好好聊天的影片 所以有觉得一点点小陌生 還有点小紧张 那今天这一支影片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怀孕初期的感受 还有经验 还有在日本怀孕要做的事情 希望可以给大家做一点参考 那现在我是已经过了怀孕初期 我自己在初期的时候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安 那也问了很多身边有小孩子的朋友 或者是我妈妈 但是因为大家离怀孕初期 都有一点点距离了 再加上每个人的症状 都有点不太一样 我有个症状可能他没有 那他有的症状可能我没有 所以我初期就是一直在网路上找资料 找网路上的人分享 他们有什么样的身体变化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做的 很怕会漏掉 真的受了广大网路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就想说 等到我自己怀孕初期结束了之后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在怀孕初期遇到了整个状况 不知道在看这支影片 大家有没有人是怀孕初期 或是已经怀孕结束 已经生小孩的人都没有关系 希望看了这个影片 大家可以感到 恩...我们都不孤单 那在这里先进一段小广告 夏天来台湾旅游不可以不知道的 台湾仲夏旅游节来咯 快高出夏天的尾巴 一起来感受台湾夏季的旅游魅力吧 今年交通部观光局整合台湾 13个国家风景区 还有22个县市 共计超过35项的夏日特色旅游活动 各种享誉国际的活动 包含 基隆和平岛的2023岛屿生活节 世界客家博览会 南投星空记 台湾东海岸的大地艺术节 与月光海音乐会 满满的串联活动 让大家整个夏天都精彩 想请大家到资讯栏的官方网站查看喔 那首先就是发现怀孕 我之前在怀孕那支影片 好像有跟大家讲过 我是怎么发现怀孕的 这里再跟大家讲细一点点 就是有一天我在家里 突然感觉很想吐 可是这个想吐的感觉 真的和平常不太一样 就现在要我突然回忆起来 我也有点不太知道 要去怎么形容那个想吐的感觉 但就是一股恶心感 我当下其实就想 我刚才会是怀孕了吧 可是离我的旌旗大概还有一周 我觉得如果真的怀孕 怎么可能会现在就有感觉 所以我才会一次买十几支验孕棒 因为想说 反正不可能验得出来 那就先多买一点 反正多买一点比较便宜嘛 那个时候还抱着这种 想要省钱的心态 买了一大堆 因为觉得就算真的是怀孕也不可能 但是没想到 抱着怀疑的心情 验了之后 就是有了 那发现怀孕之后 当然就是马上要去妇产科 那我要去妇产科的时候 他们有分成妇人科还有产科 妇人科就是一些比较偏向妇女病啊 一般生病要做检查的人 那产科的话呢 就是要生小孩 还有像产检这一类事物 那因为我还没有确定怀孕的关系 我就是先挂妇人科 那因为日本看医生的时候 他们都会先需要我们填写问诊票 就是要我们填写 我们这一次还是有什么状况 那医生还正式看诊前呢 可以先了解 那因为我是还有一周才月经来的关系 我这样算的话 应该是怀孕三周 我在填写资料交给护士之后呢 护士看到之后还很惊讶说 请问月经最后一次来的时间有用错吗 因为这么早是不太可能会验到怀孕的 那因为我有把验云棒拍照 我就把那个照片给护士看说 真的我真的验出来了 而且我的月经时期没有错 护士就说 哦真的耶那我们来验尿一下 那护士验完之后呢 他就非常高兴的就是跑过来跟我说 真的有耶 然后他就说 一般这么早是验不到的 觉得很神奇 但是还是要等一下 就是医生帮我照超音波为主 那因为真的太早的关系了 就是才还怀孕三周 但是我照超音波是照不到任何的东西的 那一次就是先回家 那是在等到一周两周三周之后 才慢慢的开始照到胚囊 灼床 那在这个时候呢都是妇人科哦 等到正式听到小朋友的心跳声之后呢 就可以转到产科 但是每次去的过程都还花蛮多钱的 我觉得 原来 就是 怀孕是这样这么花钱的事情 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一点认知到 好 那正式听到心跳声之后呢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啦 首先要先去 居医所或者市医所 去提交人心届 就是告诉你住的地区说 我现在已经怀孕了 那交给他们之后呢 就可以拿到摩资手册 除了摩资手册之外呢 他们还会提供很多资料 就是整整一大包这样子 里面就有我们居住地区提供的一些育儿资料 例如游戏区 保育员 孕妇瑜伽 公园 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它的资料还蛮丰富的 还有非常重要的 产检费用补助券 有产检费用补助券真的差非常多 不然每次去产检真的花非常非常多钱 但是每个地区每家医院好像费用都不太一样 像我有看到网路上有人分享说 他们用产检费用补助券之后 他们的费用就是 零日元或者是一两三千日元 但是我每次都还蛮高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医院跟地区有差 因为我那个时候产检的医院我也有选项 我也是上网找了一家 感觉风饼还不错的 才决定要在那里产检 所以我就想说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 所以他的费用比较贵 我也不知道 那接下来呢 诊所也有给我安排一些 衛教课程 询问我很多问题 也还让我印象蛮深刻的 包含他们会询问 产妇的工作环境 还有平常的生活方式 例如和老公之间的感情是否和睦啊 还有生产后的环境 预计在哪家医院生小孩啊 还是有没有娘家可以帮忙照顾啊 还有有没有其他担心的事情 例如经济状况 还有小朋友的照顾问题 还有身边有没有妈妈有 或者是家人可以询问 我觉得他们还蛮贴心的是 他们在跟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是一对一的 因为基本上文章都会跟我一起去产检 那他们在询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是把我老公支开的 就是跟我一对一 因为里面有些问题比较敏感嘛 像是和老公感情合不和睦 毕竟家家有本南天的经 可能有很多人 有很多事情 是在老公面前也不能讲的 那那个时候护士也有跟我提到 要赶快决定生产的医院 才可以安排后续 那接下来就是要考虑在哪里生小孩 跟在哪里坐月子 那其实基本上我身边几乎所有的朋友 都是回台湾生产跟回台湾坐月子 其实我本来也是预计想要在台湾生产 还有坐月子 因为觉得语言还有医疗 都是比较熟悉的环境 比较安心 但是后来和家人讨论一些 台湾家里的状况 还有文当比较没有那么方便 见到小孩子的问题 因为文当是爸爸嘛 我妈也是说她觉得 生小孩的时候 老公还是要在身边 可能会比较好 那当然文当还是可以请育婴假 可是因为要回台湾的话 代产生产还要坐月子 再加上说小孩子之后 也要长到一定的程度 才能坐飞机 那我们姑娘 这段时间是非常长的 当然台湾家里的状况 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但是也是文当这么久 不能看到小孩子 其实也会觉得 好像对她有一点点不太公平 所以最后我和家人 还有文当讨论很久之后 还是决定在日本生产 还有坐月子 可是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因为日本比起无痛 他们比较提倡 不使用无痛的自然生产 有很多医院都觉得 要经历那个痛 还有妈妈的感觉 但日本本身也是比较 没有坐月子文化的 所以我在找无痛的医院 还有医生的理念 跟我合不合 然后还有找月子中心 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等我真的生完小孩住进去之后 再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比较不太想先分享之后 那我自己实际没有体验过 我不知道她的环境 那些到底是如何到处推荐 如果有人去了之后 觉得跟预期不符合的话 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不管是商品 还是像这种东西 我都会想自己真的体验过 就自己真的推荐的东西 我才会把它就是公开在网路上 那请大家先给我一点时间 等我整个体验完之后 再跟大家分享 我最后决定的医院 还有月子中心 他们的环境 还有我的整个体验是怎么样 那关于产检呢 基本上日本的产检 是比较走一个佛系的概念 就是他们的产检呢 都是最基本的内容 验尿 验血 验血压 验体重 还有高层症 那比较不像台湾一样 会有那么完整的可以验各式各样的症状 还是基因的系统 有很多医院都没有提供 因为我的个性呢 属于比较起人优天类型 所以其实我有回台湾 跟台湾的妇产科 拿怀孕周期检查清单 就是每一周每一周 建议做什么样的检查 然后我自己在日本一家一家 找机构验 那当然费用的部分呢 也会比台湾高出蛮多的 可是买个安心 我自己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就这个是我自己有做的事情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我怀孕初期的时候 每周的身体变化 我自己觉得 每周的身体变化 真的是 还蛮有趣的一个 驚奇旅程 也是我最感到不安的部分 上网找了很多资料 所以这里就详细跟大家讲一下 我自己的身体变化具体 有哪些事项 那我的孕初期症状 很幸运的 我的孕吐没有到非常非常激烈 因为我身边有朋友 是真的一整天都在吐 就是完全离不开厕所的那种 那我是没有到那个程度 就是有孕吐大概十几次 可是没有到很严重很严重 一直吐一直吐 吐不停 我觉得实际孕吐我是还好 但是我的症状比较是 24小时头都非常的晕 就是一直属于一个 晕床晕车的状态 然后无时无刻都是反胃的状态 就会想吐又吐不出来 真的是只要醒着就是这样喔 除了睡觉时间 只要我醒着就是头晕想吐 食欲的话我都算正常 我没有到吃不下东西 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孕吐 没有那么严重的关系 但是我吃的量 比平常再少 例如平常可能可以吃一碗饭 那现在可能只能吃半碗 那我吃到超过半碗的话 我就会感到非常强烈的不舒服想吐的感觉 其实怀孕初期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 那到我真的开始吐出来的时候是八周 那我那个时候是上吐下泄 下泄比较严重 九周开始头晕加重 出不了门的状态 真的是出不了门 我连下床都会觉得有一点辛苦 想要吃一些比较酸甜的东西 像是Instagram差不多每三个月会分享 我在团购蔬果发酵液 我就是都会喝蔬果发酵液 那现在团购已经结束了 下一次应该是11月 因为它那个喝起来就是 有点酸有点甜就非常非常的开胃 对我来说 然后我变得非常想要吃有水分的东西 尤其是水果 像水蜜桃、葡萄、番茄、奇异果 我想吃那种一咬下去就会爆汁的东西 可是反正只要我是醒着的时候 我就是一直头晕 所以后来其实跟朋友的约都全部取消 其实那个时候是觉得有一点点无助的 因为觉得好像身体不是自己的 因为自己在怀孕之前 会临时有这种身体不舒服的状况 就是生病嘛 感冒、流感 那它可能都是休息个 两天三天你差不多就可以自由活动 又可以生龙活虎 可是怀孕真的就不是这个状态 就是一直持续下去的 那也因为出不太了门 然后我没办法吃太多东西 所以我就在家里买了一些果冻 还有果汁先被放在家里 就是我能吃的时候就吃一点这样子 然后十周开始呢 我变得非常非常的贫尿 时间没过多久 我就会有尿液想要上厕所 只要一离开厕所就很没有安全感 这个一离开厕所的意思是 我只要出门就会很没安全感 因为我怕会没有厕所让我上厕所 有时候呢会有尿液 可是伤不出来 其实一开始我伤不出来的时候 我是有点慌张的 因为有点被吓到 然后我上网查才发现 大概运期十到十六周 可能会因为压迫到膀胱的关系 会伤不出来 才知道这个状况是普遍的 才稍微比较安心 还有脏气严重 有一次就是真的脏气脏到 没办法走路 就是在外面 就蹲在马路边 就很久我才有办法开始走路 然后是十一周跟十二周 我上厕所的频率变得更加频繁 大概二十分钟就要上厕所 然后更常有尿液却尿不出来 睡前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子 那我曾经在马桶上坐了一个小时 完全上不出来 可是只要我一站起来 我就觉得 膀胱快要爆掉了 这种感觉让我觉得非常的矛盾 那个时候我有无助到坐在马桶上哭出来过 就是觉得 为什么尿不出来这种感觉 想起来还是觉得就是心有余悸 因为我有看到台湾网络分享 说很多人如果真的上不出来的话呢 他们会去医院倒尿 但虽然日本没有台湾的医疗那么方便 我担心我如果真的遇到这个状况 我会不知道去哪里倒尿 所以内心就觉得有点不安 那这些大概就是我初期的症状 虽然我没有到非常非常严重 但是我觉得也称不上是舒服啦 可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 虽然在这个不舒服的过程 我有无助到哭 或是感到深深的不安过 但是都没有影响到我的心情 就是我的心情其实都还蛮好的 就听起来有点矛盾 可是我觉得就是对肚子里的小孩子的 那个期待 那个喜悦是很大的 因为产检是四个礼拜去一次 那我其实运出期 在这个过程我就会很担心 因为小孩子不知道还好吗 就是还在吗这样 那我如果感到想吐的时候 我反而会觉得有点安心 哦他还在 所以我还不舒服 我觉得这个感觉的也是 就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你明明感到不舒服 但是你又因此感到很安心 那也想跟大家分享 我回台湾的时候有哪一本 这个爸爸手册 我就马上就是一页一页的翻译给文章听 虽然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兴趣啊 可是我就觉得台湾真的是很贴心 就是让爸爸妈妈都可以一起参与 这个怀孕的过程 然后也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有买一些 怀孕的时候用的杂志 像是这一本 赤ちゃんができたら考えるお金のほう 非常明白这一整本杂志都在讲 跟钱有关的事情 例如跟小孩子有关的教育基金 还有生命保险 还有出产要花多少钱 还有我们可以申请怎么样的补助 全部都统整在这里了 我自己觉得还蛮贴心的 因为不然真的很容易会漏掉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还有买这一本 タマゴクラフ 他们其实也有出另外一个是给小孩子出生的 有小朋友叫Hiyoko 就是小鸡 那现在这个是鸡蛋 那我买的这一本是怀孕初期的 怀孕二三四个月的时候看的书 它里面也还蛮贴心的 就是有怀孕四到十五周 小孩子有多大 会有这些很详细的说明 因为我是第一次怀孕 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很不安 它其实像是有这样子的书 就会让我觉得蛮安心的 那有统整很多妈妈的经验 孕妇内衣可以在哪里买 然后还有一些孕妇身体乳的试用品 还有可以吃的东西 不可以吃的东西 然后他们这一本杂志 还有送很多很可爱的附录 像是这个 米妃兔的小袋子 它这个里面可以放母子手册 那我只要跟小孩子有关的医院的诊疗书 还是补助券我都放在这里 那去产检的时候只要带这样一袋就好了 这个影片不知不觉有点长 因为有太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了 那我如果想到什么 还想分享的东西 我也都会分享在我的Instagram上 就是大家也可以追踪一下我的Instagram 那我真的也想跟每个妈妈说 真的大家都非常的伟大 当然爸爸也是 尤其是我自己怀孕之后 常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 就是觉得很想哭 我就会觉得原来当初爸妈也是用这样子的心态 在面对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然后也是这么期待 我就想到就会觉得很感动 很感谢自己的父母 其实在自己怀孕之前是没有这么深刻的感受的 那就希望我可以把从父母得到爱 然后再加倍 参与我的小孩子 好那谢谢大家看今天这支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